随着环保意识抬头 电动车已经成为了全球能源车的主流 国内的航太工业龙头汉翔公司 与唐荣汽车等十家公司 组成了CTP联盟 今天就在台中的汉翔湘员会馆 举办了新型的电动巴士汉唐一号的新车发表会 现在呢就让我们到现场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随着全球环保意识抬头 电动车已经是未来的趋势 台湾唐荣车辆跟汉翔公司 结合雅力电机、大同公司、台湾双日、台湾电纵 汉中经济、台湾金星、台湾松下、维生电装等十家企业 组成电动商用车CTP联盟 共同成功开发电动巴士新车型汉唐一号 2021年8月12号下午两点半 在台中汉翔祥员会馆举办国际合作发表会 公开联盟合作完成铝合金低底盘公车的成果 跟未来拓展到海外市场的计划 我们的CTP联盟的重要成员 特别感谢胡董事长团队 日以继夜我们在两个月之内 我们就完成整个车型的一个设计 接着我们在11月 11月底我们就会有实测的发表 唐荣车辆董事长何一纯说 汉翔拥有航台科技的铝合金车身技术 唐荣车辆拥有全低地板底盘平台技术 两者的结合可以说是一夜结盟的完美创举 汉翔公司董事长胡开宏也表示 这次的合作开发低地盘电动公车 还导入了航空电子技术跟车电网路能量 采取新型系统晶片驱动双萤幕 也运用专案管理功能开发手法 研发包括线数数位仪板跟整车控制器 预计下个月底将进行雏形产品展示 何董讲得非常清楚 我这边在做一些补充 我们会加入整个团队 是因为全球 第一个节能减碳是全球的趋势 我汉翔又是航太的领头羊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技术跟产业能结合在一起 唐融公司跟汉翔公司共同表示 除了开发新技术、新能源、交通系统之外 还要注重保护环境跟节能减碳 发展企业跟技术的同时 也要为地球生态环境尽一分立 让台湾的电动车节能技术成为世界的标杆 记者罗亚文、萧朝全台中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